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心灵丸岛 为你充电 心灵丸岛 为你充电 什么什么什么事 所以这个结果令我满意 所以我很快乐 不过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曾经想过 快乐好像似乎都是因为外在的环境 而让自己觉得满意了 所以快乐 那么相信很多人都希望 自己的快乐 可以不单单只是受到外在的影响 而是自己本身就很快乐 又或者你可以说是那种喜乐的心 这喜乐的心是不会受到外在环境改变而影响的 先前呢 先前呢 大家看到施以诺一时曾经写了一篇小故事 这故事的标题呢 叫做快乐是一种燃料 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呢 就提到很多人常说 等我有了成就 或者是我有了钱 我有了什么什么 我就会快乐了 又或者等我找到我理想的工作 我才会快乐 又或者等你大一点成家立业的时候会说 等我看到孩子成家幸福 我才会快乐 但是呢 事实上 常常这样说 等我如何如何 才会快乐的人 最后呢 往往永远都不快乐 甚至他所期待的 都没有按着他的计划 达成目标 说到这 或许你会想 是因为这些人不够努力吗 还是他们成功的念头不够强烈 其实呢 答案都是否定的 那么 这些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因为 这些人对快乐 这两个的认识呢 有偏差 因为快乐 不应该只是 你我为了得到某种人生目标的副产品 快乐呢 应该是要成为我们人生目标的燃料 所以呢 我们不应该限定自己 一定要怎么样才能快乐 相反的 在整个顺序上面呢 我们应该要先学会快乐 才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某些目标 所以亲爱的朋友 想想看 如果呢 快乐是我们的燃料 可以帮助我们朝着人生目标更稳健的前进 像是我们所熟知的发明大王爱迪生 他其实就是一个喜爱发明的人 可是呢 他从来没有说出 等我有了成就以后 我才会快乐的这样的话 他呢 是乐在研究当中 即便呢 他常常实验失败 又或者被别人取笑 他还是非常的快乐 而这快乐呢 就是推动他继续做研究的动力 而爱迪生呢 这一位曾经呢 被人断定是一个资质不算高的平凡人 最后呢 却成为了发明电灯大王的历史重要人物 除了爱迪生呢 在圣经当中也有一位先知 是非常好的例子 他的名字呢 叫做哈巴谷 哈巴谷呢 是一位神职人员 他的工作呢 其实应该是传扬福音 但当时候的人们 其实不见得 很想听他所讲的话 甚至他的民族 还面临到相当艰困的处境 但是呢 哈巴谷也没有说 等我看到我想看的事情发生 我才会快乐这样的话 相反的 他说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天地不出粮食 卷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营救我的神喜乐 因着这样喜乐力量的源头呢 使得这位先知哈巴谷 继续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前进 也使他成为历史上很有影响力的人 因此亲爱的朋友 快乐绝对不是一个副产品 不是你达到了什么目标 你才会快乐 快乐它是一个燃料 这无形的燃料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有动力 朝向自己的目标继续前进 想想看 如果今天是因着有快乐 那么这样做起事来 岂不是更容易成就 而且更有盼望 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 因此呢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也一同来学习 先懂得快乐 这快乐呢 当然不是要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而是真正的认识自己 在什么样的事情上 是真正有快乐的 而且这快乐 能够成为健康的燃料 帮助你达成生命当中 每一个阶段 不同的目标哦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 也接近尾声了 最后呢 佳佳就要在这首 由林圈宇所创作的 经历你的爱 向你互道再见 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 心灵丸岛 佳佳与你空中有约咯 经历你的爱 有时候像春风风发烧 经历你的爱 有时候像夏日照档口 经历你的爱 有时候像秋雨伤心痛 经历你的爱 有时候像冬天没有阳光 经历你的爱 有时候像春风风发烧 经历你的爱 有时候像夏日照档口 经历你的爱 有时候像秋雨伤心痛 经历你的爱 有时候像冬天没有阳光 我相信不管那种爱 都用你的苦心安排 不管那种爱 都信命你对我关怀 不管那种爱 都用你的指挥关爱 不管那种爱 不管那种爱 都能够看到你的同在 都用你的指挥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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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像夏日照档口 经历你的爱 有时候像秋雨伤心痛 经历你的爱 有时候像冬天没有阳光 经历你的爱 有时候像冬天没有阳光 有时候像冬天没有阳光 有时候像春风风发烧 心灵完盗 祝福你 天天经历神 步步与主同行 心灵完盗 祝福你 感谢观看